小天說他感謝祖感謝上帝 就這樣 就這樣 對啊 不會啦他今天表現其實也蠻穩定的很好 你們今天這樣採摩看小天的整個狀態 那接下來他面對到的是那個印度的選手 印度的選手 不是啊他今天打得不錯啊 他內容都不錯啊 也都在他掌控之中 其實他狀態也都不錯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在就是之前有一些就是病痛傷的 所以他在身體上現在的整個身體的狀態都調節不過還可以 你們看啊 當然是可以啊對不對 要不然他在這種這麼激烈的賽場上他也不會獲勝啊 對應該是相輔相成吧 觀察說這幾場比賽小天的一些制勝球的掌握 我覺得他好像都打出很好的質量 那你覺得現在的他 現在的他 跟過去一兩年的他 有沒有什麼差別 就現在狀況是不是特別好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比較能夠掌握到運動會的這個節奏 之前因為都是開可能是公開賽的這個節奏 那因為公開賽時間比較短 那現在這個運動會節奏比較長 所以他們都慢慢去掌握到啦 這個是好事啦 現在想問一下就是目前就是要看印度那兩位選手先內戰然後才會知道小天的對手 那這兩位選手的特性或者是之前對戰的 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啦 我覺得他 你現在在奧運賽場上 你說要去觀察對手啦 或者是說對手的特性這些東西 也於事無補啦 那我覺得最主要是先把自我的狀況調整好 體能狀態、身體狀態 都是在可能是沒有痠痛的狀況下 那也是精神飽滿的狀態下去出戰 其實我覺得打到誰都一樣